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向大家文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圣经好好听》 这个查经节目 与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在查《旧约圣经十二小先之书》的马拉基书 今次是第三课的第一集 马拉基书记载了神与他的子民之间 六个回合的辩论 在上一课我们查了第一个回合的辩论 主要讲到雅各的后代蒙神保守和祝福 而以素的地业就变得荒凉 神更加用事实向他的子民证明 他一直以来是多么爱他们 今次我们会查神和他子民之间第二个回合的辩论 主要和祭司这一个圣职人员有关 记住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六节至到二章九节 我们先看一章六节 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藐视我名的祭司 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仁敬为主人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既为主人 敬为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神指责祭司藐视他 神举出以色列人非常之重视的两种人际关系作为例证 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不单止不合常理 亦都非常之严重 第一个例是儿子尊敬父亲 尊敬有非常之丰富的含义 包括尊重、称赞、敬重和孝顺等等 神所颁布的十戒 其中一条的戒命就是当孝敬父母 这一条是带着神应许的戒命 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和十七节 对父母不好会是被处死的 所以犹太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孝敬父母 对神的子民来说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父亲 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二节 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这样说 耶和华将以色列民当作自己的长子 对他们的保护和照顾 远远超过人世间父母可以给到子女的 但是以色列人又怎样对待这位慈爱的父亲呢 经文说 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爹在哪里呢 很明显 神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尊敬 所以很失望咯 神提到另外一个正常人际关系的实例 就是博人敬畏主人 敬畏有畏惧和怕的意思 在旧约时代的博人 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没有自主权的奴博 在古代 奴博或者博被 都是主人用钱买回来的 所以是主人的财产 而主人对他们甚至有生杀大权 因为这样 博人一定敬畏主人 至于以色列人是怎样对耶和华这个主人的呢 耶和华神很失望咯问 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尊敬畏呢 很明显 神并没有由他指民那里得到应得的敬畏了 神认为他的指民藐视他 不过当时代表老百姓 接受责备的祭司 就不是这么想 他们反驳在那里问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在我们继续查下去之前 或者看看祭司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答案可以在 在《春埃及记》的三十章三十节 和《文数记》的三章五到十三节找到 在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里面 才可以进去的 神秘祭司有非常之尊贵的特权和职务 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 《利未记》 可以说是神秘祭司的手冊 很详细地教他们应该如何献不同的祭 不过 祭司藐视神的教导 并没有依照规矩去做 在《马拉基书》 神提出证据去责备祭司的失职 一起看《马拉基书》的一章七到八节 《马拉基书》一章七到八节 你们将污蔑的食物献在我的壇上 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蔑你呢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卓子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核眼的献为祭物 这不为恶吗 将强腿的有病的献上 这不为恶吗 你献给你的省长 他喜喜悦你 喜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神举出两样证据 来证明祭司在话语上 和在行为上藐视他 首先讲一下在话语上的藐视 祭司说 耶和华的卓子是可藐视的 耶和华的卓子 不是只放在圣所里面 用来摆陈切柄那一张桌 而是只放在圣殿内院的祭坛 我知道当利美人将祭物 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 祭坛就好像一张桌一样 将祭坛讲成卓子 只有在马拉基书用过 除了在这一道以外 另外一次就是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十二节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马拉基书是最强调 献祭规矩的善志书 所谓言为心声 人的心怎么想 口很容易就说出来 所以当祭司认为耶和华的祭坛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没有把祭司的职份放在心里头 也表示他们不重视自己的性质 所谓上梁不正就下梁歪 当被简选出来 祭司奉神的祭司不敬畏神 又怎可以期望以色列人会有敬虔的表现呢 祭司除了在言语上藐视神之外 神还责备他们在行为上的错误 是啊 至于祭司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呢 我们留在下一集才跟大家分享 好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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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